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敦马呢他在这个视频就是内容方面呢他就表示那西蒙内阁呢在昨天的会议上呢已经针对这件事情呢进行了讨论那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呢就是登加楼州的政府呢就发生了这个同性恋的行为两名的女同性恋呢就面对了这一个边刑嘛那他说呢其实内阁呢认为公开边刑的做法是不能够呢反映出伊斯兰教的公正还有体谅的精神 那他就说呢中央政府了解呢这是第一宗类似的这个案件但是一般来说呢这种首次发生的情况都应该给予这个劝告而不是呢直接执行这个刑罚或者是边刑 因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会让伊斯兰教呢就是蒙上了不好的一个形象 那敦马就有表示即便呢有这样的案件发生的话呢也应该考虑到同样的情况 那在这个伊斯兰教里面呢其实是可以给予呢比较轻的处罚或者呢是给予一些劝告 那最重要的是呢要体现出伊斯兰教的这一个宗教并不是一个残酷而且喜欢重行还有修辱人的宗教 所以他认为呀他也希望大家能够谨慎一些不要将伊斯兰教表现成不受妥协或者是不被体谅的宗教 对刚刚佩玲说的呢其实大概就是完整的敦马所说的这个内容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 那对我来说我听了这整个视频的里面的讯息过后我发现到敦马要传达的可能有三个讯息 最主要的当然这个讯息他并没有直接说出来 对我来说我听起来是背后一些信息 第一个就是他想说的LGBT目前是不被政府接受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到说他并没有严厉谴责说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刑罚 而是说好了既然如果犯错的话应该从一切从轻嘛对不对 从轻来惩罚或者先给予一些劝告 对给劝告如果他们犯错应该做 所以他还是把它看成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在马来西亚作为如果在登加楼 登加楼是一个穆斯林比较多的国家 所以他们采取的也是周属 周属对啊就是这个他们采取的呢就是这个一行法的这个概念 所以自然有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他敦马所传达第二个讯息呢就是伊斯兰是友善的 他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样恐怖 所以这个是不是已经开了一个可能性铺垫 让这个未来一行法有可能在这个联邦政府的允许之下 或者会通过呢 这个当然只是一个假设 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看到登马在整个视频当中 他是以一个就是希望说大家不要对伊斯兰有偏见 但是呢这个刑罚呢 他没有说他们在做错 只是说这个刑罚重了一点 能不能再轻一点来重新判落呢 其实呢在马来西亚的部分呢 以伊斯兰的这一个边刑呢 来对付女性是相当少见的这个状况 那我国呢第一宗呢 这个女性呢遭受到伊斯兰边刑的案例呢 其实发生在不久之前 也就是2010年 当时候呢有三名的女性呢 被判通奸罪名成立 那之后呢在2014年还有2016年呢 在沙巴州也发生了两起 女性因为涉及非法的性行为 而遭受到这一个伊斯兰边刑的案例 对那其实登马呢 他们在说 他在说内阁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出来 他们究竟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纯粹的就把这个焦点放住在伊斯兰教 其实不是那么的恐怖 所以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处理这些罪行 但是他没有实际上去面对 这个罪行是什么罪行 是不是能可以接受LGBT 但是听起来就是这样子了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伊斯兰的边刑 伊斯兰边刑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法律之下呢 伊斯兰法庭是可以将边打 作为对男性和女性的一种惩罚 那当然这种呢 是伊斯兰法律呢 它是允许伊斯兰经典有提及 但是没有残民处罚方式的一些罪行 比如说他们就叫Taxir 那另外一种呢 是经典中有残民处罚方式的罪行 叫Hudu 就施以边刑的 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些惩罚呢 还有包括可能你要知道 为什么犯下什么罪行 会被穆斯林被判边刑呢 这个其实有很多 我们在资料上其实都可以找得到的 是没错 那先打住一下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来关注的这一件事情 可能今天你也在关注的 说的就是这个商店的柱子的中文商号 被指太大 所以呢就是必须要擦除 下一段回来我们来聊这一则新闻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